大批警方来到一处民宅进行攻坚 原来这里是诈欺集团设立的水房 刑事局破获一起假投资诈骗案 诈骗集团利用帅哥美女照片 在通讯软体上搭讪被害人 取得信任后再怂恿加入投资群组 多名被害人被骗上当 警方更发现诈欺集团以网络银行 大量转账诈欺账款后 再将不法所得分成转制人头公司 透过不同车手以现金分批提令 交付幕后金主 初步清查不法所得至少五千多万 那主要还有一个犯罪手法 大概有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个处置分成整合 会先以被害人的投资人的一个 以投资人来入籍的名义 又会被害人来进行汇款 那之后会转到相关的人头账户 将账户分成到很多的一个人手账户进行去使勤 那之后呢 再由车手集团到ATM 名贵 或是用虚拟货币的部分来进行取得账户 然后之后加回水盘 本局本次增破以防性犯行为首的假投资诈骗集团 那该集团的一个犯罪手法呢 是先在网路上投上过一个假投资的一个犯罪讯息 那又使被害人进行假投资 那当被害人进行投资之后呢 那个该犯罪集团会再以高额获利的一个假象 来又使被害人进行更 说使被害人进行更高额的投资 等到被害人进行投资之后想要出金 那被害人就会以各种的理由进行推托 那之后呢 就会关闭网站 并且删除相关的联络信息 致使被害人血本无归 那本次那个专案小组 所查获的一个防性犯行 诈骑集团总共查获犯贤33人 那也查扣了现金 存款账户及名车 总计大概有两千多万元 那全案在证办之后 会移送高雄桥头地检署进行证办 被害人的部分 那个财损的部分 有多名的一个被害人 那个财损金额居高达上千万元 然后整个一个统计的一个财损金额 该该炸击金额的不法所得 超过五千万元 嫌犯的手法他会先在网络上 以一个相关的一个股票 或是其他一个投资的一个讯息 要使被害人加入进行一个去 以老师的一个方式来带领相关的群组 来进行做进行一个诈骗 专案小组历经四个月根肩收证 掌握犯罪试证 共查获主嫌黄南等33人到案 查扣现金三百二十六万多元 电脑主机行动电话 黑莓卡交战手册 虚拟货币交易明细 球棒西瓜刀 还有宾市保时捷林志等名车证物 全案一诈欺洗钱 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侦办 记者联席会台北报道